1月26日,NBA传奇巨星科比在美国加州乘坐直升机时,不愿坠机身亡。与之同行的还有二女儿吉安娜,以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其他7名人员,坠机地点位于一处半山腰,当场无人生还。 科比的突然离去让许多人难以置信和无法接受,事情发生后迅速席卷全球,各界名流纷纷发文悼念,数以千万的粉丝挥泪,在社交平台表达对偶像离世的不舍之情。 去年8月,科比才刚刚满41周岁,正值一生中最黄金的年纪。退役才仅仅三年多的他,这个时候,本应该好好享受生活,享受家庭的欢乐。 但是还没等看尽世间美好就黯然凋零,实在是令人遗憾和唏嘘。 科比生前在篮球赛场上所向僻逆,各种光环加深,荣誉无数。 他成名的经历,那个著名的凌晨四点的洛杉矶的故事,经历了成千上万追梦的孩子,科比可以说是一代人的精神偶像。 科比生前和妻子瓦咪莎,共育有四个女儿,家庭幸福美满,二人甚至还将准备要第五个孩子。 在退役之前,每当科比逢关键比赛,瓦咪莎总会带着女儿到现场为她加油。 如今科比远去,一家人在赛场其乐融融的一幕成为绝唱。 科比去世后,网上大多是缅怀纪念之声,但是也有一些不友好的言论出现。 有网友嘲讽科比生前是一个出轨惯犯,甚至频率达到十年内,出轨一百零五次,平均每年就要瞒着妻子约会十个女孩。 在这些网友的眼里,这样的科比,不值得人们,争先恐后进行哀悼。 这样的言论出现后,得到了科比球迷的一众抵制,愤怒留言称人刚刚叙事没多久,网上就有谣言开始肆虐对他进行重伤,实在是太可恶了。 亦有不少人劝说这些转发度转不实言论的人,嘴下积德。 据悉,科比的确曾经陷入过出轨,甚至是QJ的风波之中,甚至还一度和妻子分手。 可是十年一百零五次,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,却无从查证。 经过查证后发现,这一消息最早出现在外媒的八卦开栏里,所谓密友从未现身说法过,所以这段话根本没有说服性。 科比生前虽然也经历过飞闻和负面事情,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,给人们留下最多的,仍然是美好的回忆。 如今他因为意外身亡,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他切而不舍,面对梦想持之以恒的品质,而不是揪着一些黑点不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